好 有關奧運 我們華碩會隨時在幫大家掌握更新跟插播 再來還是要關心這凱米颱風 對我們帶來的影響 凱米風災又再造成了三個人死亡 主要是台中有三位山友 他們在上個月的20號 7月20那時 他們從台東的向陽入山 要挑戰縱走 可是大家知道 這凱米颱風大概是在 22到24號這段時間 冥想影響我們台灣的 所以你看22號那時候 颱風開始有這個風雨進來 他們應該是到山屋去避難 可是那天開始他們失聯了 那直到昨天這八九天的時間 家人最後等到沒有判到好消息 只有難過悲傷的訊息 這個途中 他們碰到凱米颱風失聯之後 本來應該是在26號要下山的 可是其實搜救隊 在這五天過程當中 他們搜索都沒有找到人 是最後持續不放棄 在31號傍晚 昨天的傍晚找到他們 可是很遺憾 三個人都不幸罹難 現在初步判斷說他們應該是 來不及走到山屋 就失溫死亡 三人的遺體也由空行總隊 直升機吊掛下山 這罹難家屬好不容易 等到家人的消息 卻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跪地痛哭 收救人員用直升機將三名不幸罹難的山友 從南大水庫山載運下山 家屬們穿著一身黑跪在地上 不發一語場面十分哀欺 罹難家屬強忍悲痛 向收救人員致意 三名罹難山友分別是54歲 陳姓男子 四十七歲 秋姓女子及四十五歲 夜姓女子 三人在七月二十號 從台東向陽山入山之後 途中碰上凱敏颱風來襲 失聯 搜救人員繽紛二路 最後在距離大水庫山屋 不到一公里處找到人 都已經失溫死亡 遺體交疊在一塊 原定七月二十六號下山回家 卻成了冰冷遺體 搜救人員研判三名山友 當下疑似是因為要從南大水庫山 前往大水庫山屋避難 途中碰上強風豪雨 最後在距離山屋 只剩半小時路程的地方 不幸罹難 目前三人遺體 已經送往殯儀館 等待檢察官相宴